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担任韩国人工作大概25年 然后我的主要的工作是在每一天的管制室里面的管制工作 协调还有读导工作 我们一班管制员 平均大概应该都可以管制到20架飞机 一个人管20架 一架飞机我们就当作250人算多少 所以你手上大概有5000人的生命在你手上 然后一个人如果说不幸 如果不幸真的有什么意外 每个人赔个1000万好了 那这样算下去你大概算多少钱 再加上一架飞机中小型混在一起算 一架大概我们就当1亿美金 那就是30亿台币 乘上20架 所以说如果我坐上管制的席位 我插上我的话筒 开始管制 我手上应该有3100亿的生命财产在我的手上 他的名字叫做Archley 请记得这个日期1929年 1929年 这位先生是第一个被邀请到跑到头 站在跑到头拿了两把旗子 大旗子 一个旗子是你看得到上是一个Track Flag 就是一个就像是赛车那种旗子 另外一个是红色的大旗子 这里显示不出来 当你他认为这架飞机可以落地或起飞的时候 他就摇摇那个Track Flag OK 那他就可以落或是起 如果他认为不可以 他就摇这个大红旗 现在是2019年 航管已经有90年的历史 这是一个整个标准的Flight 从在地面 然后起飞爬高 巡航下降 进场落地 一个标准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会经过 事实上会经过好几个单位 第一个 塔来管制 就是你每次到机场去 你就看到一个塔在那边 那我们的同仁 我的航管同年也是在塔台开始的 所以在塔台的一些动作 我们大概都能够理解 那接下来 你会怎么样 做了一些动作之后 你会起飞 你会经过终端管制 最后 爬到他的巡航的工程之后 你会经过我们管制中心 叫做Arrow Control 再来一样 下降到Terminal Control 最后到塔台 这样子你就知道 我们航管至少有三个单位 打台管制 中端管制 跟航路管制 现在管制员的基本的工具就哪些 基本上有这三个 第一个 就是无线雷达 透过雷达 我们才能够在这里 看到几百英里以外的飞机 所以雷达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眼睛 然后呢 第二个 无线电 无线电 透过无线电 我们才能够发出指令 基本上 透过眼睛跟嘴巴 我们在航管系统上面 就运作 航管系统会把雷达的讯号 抓进来 摆在我们的萤幕上 让我们来看 那为什么要雷达 因为第一个就是 台湾有个高度 有些我比较低的地方 我眼睛不一定看得到 再来我不会一直往外探 因为我还有一些本身的作业 再来 桃园或是很多国家都会什么 有雾啊 有雾我就完全看不到 那透过航管系统的话 我们事实上 现在的雷达系统 它事实上是整个整合在一起 我们叫做fusion system 就是吧 我们台北来说 我们大概有10颗的民方的雷达 3颗的军方雷达 再加上ADSB 我们把所有的讯号 整合在我们系统里面 所以我们系统 透过系统处理 我们大概就是 每5秒做一个update 所以说基本是 我在长城管制 我们航管最常人家提到 就是由于航管的关系 我们必须是流管 所以我们必须要 在地面delay两个小时 航管最大的敌人 有三个敌人 天气 天气还是天气 好了 那如果假设我们现在的容量 是说我一个小时 超人机场 我接受28架的落地 如果说现在我们的容量 已经超过我们天气的关系 我的容量会下降 我可能就变了多少 20架 那怎么办 那就是就请你某些人 晚一点来 这就是一个佛罗肯措 我以前最喜欢的一个案例 就是我带一个学生 他在南面 我就跟他说 这12架飞机你把它排出来 12架大厂 很短的空域排出来 排完之后 我给他一个问题 一个要求 同样我也问各位 这12架飞机的呼号 从头到尾 照顺序念给我听 这第一个调求 第二题 我要求你 这12架飞机 每一架飞机 你下过什么高度 带过什么航向 解过什么速度调整 从头到尾都讲给我听 管完之后跟我说 这就是我当管制员的要求 你做得到吗 好 那我就做给 我就念给他听 我说如果可以 你要训练你自己的 这个脑袋的 show memory 可以的话 你绝对可以管得非常轻松 工作上绝对都 肯定有一个程度的压力 基本上我觉得运动是有需要 肯定是需要 很良好的运动习惯 然后再来 就是只要你身体健康 身体的状况就会很好 所以我觉得 这个职场 我觉得它 对了我来说 我觉得它非常棒 非常适合我 但是不一定适合每个人 但是你会觉得 它一个好处就是 基本上我下班就下班 我不用带任何的 带什么公司 带回家 那基本上就可以 专注在自己的休息 或者是recovery方面 希望你能够收益 好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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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